近期因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延烧,造成社会恐慌 而为了避免发生感染情况 现议员张维华日前也与服务处教导民众 如何正确戴口罩及使用方式 以及尽量不要握手,避免感染 现议员张维华表示 因近期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 许多民众都将口罩喷取酒精 以达到消毒的效果 并呼吁民众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 喷取酒精会破坏口罩防水效果 会让细菌更容易渗透进来 导致更容易感染 我们看到最近武汉疫情非常严重 口罩这段时间也是非常缺乏 所以我们呼吁口罩的使用方式 是你用完口罩的时候 那你就过两天你就可以把它丢掉 不要说一直重复使用 或者是你拿酒精消毒完之后你再使用 这个也是不对的 刚刚我们有展示过 你要是用完之后用酒精喷喷 然后再用那个水就直接漏下去 也就是说那个细菌就直接穿透 穿透之后你就还是一样没有保护到自己 所以口罩这个东西的毛细孔是非常细密的 县议员张维华表示 许多社会大众都会因礼貌的关系 而互相握手以表示礼仪 也在此呼吁民众 在武汉肺炎疫情紧张时期 尽量以拱手代替握手的方式达成礼仪 避免遭受感染 那我们最近的武汉疫情 已经慢慢慢慢到社区 但我们需要所有的所有的百姓 都一定要不管去哪里都戴口罩 同时我们现在出去的时候 我呼吁大家不要握手 先暂时先不要握手 我知道大家因为要尊重 因为为了说感情好 所以见面就握手 这种习俗 那我们也希望呼吁在这段时间 先暂时不要握手 就打招呼 拱手这样子就好了 那我们希望在这一次的武汉疫情里面 一定要多多运动 然后多多不要出去就不要出去 能够在家里面用电话讲就用电话讲 因近期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 造成社会大众人心惶惶 先议员张维华表示 在疫情紧张时期 民众要做好防疫工作 也呼吁民众出门在外 不仅要佩戴口罩 也要勤洗手 避免遭受感染的情况 记者邱平俊南投采访报导